大家好 我们都知道这个蟹爪蓝在生长的过程中呢 是需要给它补足水分来促进生长的 但是呢 我们在给它浇水的时候啊 大家经常会有一个坏习惯 如果我们经常给它浇水的时候 一直遵循这个坏习惯的话 就会导致你这个蟹爪蓝呢 啊 影响它的生长 而且会导致它后期开花呢 非常的少 这个花量的话呢 至少会减少一半以上 那么是什么 浇水的坏习惯会影响它这个生长和开花呢 这个坏习惯呢 就是大家在给这个蟹爪蓝浇水的时候啊 选择在清晨早上的时候给它浇水 为什么这个时候浇水不合适 我们到底应该什么时候浇水比较合适呢 如果我们要给蟹爪蓝浇水的话 就建议大家最好就是选择在傍晚的时候 晚上来浇水 因为呢 白天如果我们浇水的话 这个土壤的温度降下来 就会影响它进行光和作用 那么它积蓄的养分就少了 然后到了晚上这个土壤的温度呢 因为没有浇水土壤温度呢 还是比较高的 那么就会导致呢 它的呼吸作用加强 呼吸作用加强 它消耗的养分就会更多 那么就会导致你的植株的生长和开花受到影响 但是如果我们选择在晚上来浇水的话 晚上浇水就可以将它土壤的温度降下来 土壤的温度降下来之后呢 它的这个呼吸作用呢 就减弱了 呼吸作用减弱 那么它消耗的养分就会多 那么积蓄的养分才会更多 积蓄的养分多 就更利于它生长和开花 那白天不浇水 可以让它的土壤温度呢 适当的升高 那么就有利于它进行光合作用 这样呢 积蓄的养分才会更多 所以呢 浇水的时候 大家呢 一定要掌握好这个规律 就是最好就是在傍晚的时候 给它浇水降低土温 土温降低了 就可以抑制它的呼吸作用 急需养分 当然大家除了要把握好这个 浇水的时间之外呢 我们还要注意给它适当的补肥 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营养的积累了才会更多 那么我们呢 在夏季的话 大家施肥的话 可以给它在盆土里面撒上一点 这个控制肥 淡甲含量比较高的控制肥 然后等到入秋大概呢 9月份左右了 我们再来给它改施 粮甲肥处进化 分化 那么这个时候你的这个蟹爪蓝的花量 才会更大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